鬼滅有完整吗? 有,有完整的 一看到鬼滅之论漫画书 台北市长角外安立即拿来翻阅 在台北市副市长林一华与市议员徐晓鑫陪同下 角外安特别到广池博爱园区参观 南港信义区少年服务中心 观摩附建中心与视察常召机构 从111年起陆续完工的广池园区 结合行政办公处所、社会住宅及社福设施等 提供市民多元服务 对推动台北市成为更宜居城市 具有指标性意义 我想这是一个结合的包括 我们办公处所、社会住宅、社福设施 一个很大便的园区 它有一个非常具有指标性意义的园区 所以我们也希望在陆陆续续完工之后 也能够让所有的市民朋友了解到 其实台北市未来规划 我们希望能够提供这样子多元的服务 然后打造更一具友善的城市 其中新一区公所已于去年底迁入行政中心 为了提供市民更便捷的洽工交通服务 蒋万安透露公运处方面正在规划相关公车路线 很多地方的里长里名来反映 他们说希望能够有更便捷的交通前来洽工 方便市民朋友来到行政中心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市府的供应处 也正在积极地筹划 从松仁路那边的地方 能够透过公车的路线 以及评估从园区到松山车站的路线等等 这个部分我们也会有完善的规划 能够好好的回应里名里长的期待 园区的低标及一标社会住宅已陆续完工 至于外界最为关注的广池三区 也就是西标的社宅进度 蒋万安表示预计最快今年底或明年初完工 广池三区社宅也就是西标的部分 规划上面28层地下4层 那这个部分我们预计希望能够最快 今年底明年年初的时候能够完工 这是一个目标我们努力来达成 对有议员质疑台北市新建5万户设宅的目标 恐怕得花25年才能达成 蒋万安也做出回应 那当然在公有地资源逐渐稀少的情形 我们也希望提供更好 以及更优质的社会住宅 以及透过更多元的管道提供可负担的居住环境 包括是EOD 包括都跟分回 包括提高容积奖励等等 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广池博爱园区共规划1520户社会住宅 并取得耐震无障碍绿建筑及智慧等四大标章 A栋行政中心除了信义区公所等办公场所迁入外 并结合派出所及智慧图书馆等服务设施 B栋卫富大楼则提供中校园区门诊服务 附建中心与住宅行长照机构 另外社会局也提供托婴托老 妇女及少年等照顾服务设施 希望打造亚洲最大行政社服及住宅园区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宅图